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抱起儿子说 那爸爸同不同意啊 不然妈妈也不敢去啊 李承还没有说话 妈妈出来听见了 说 飞飞 你怎么说话呢 大宝想吃 凭什么就要听李承的 他可是我们高家的孩子 运飞看了一里承 对着妈妈说 妈 你胡说什么呢 他是宝宝的爸爸 我们是一家人 妈妈愤怒地说 就你是个傻子 被他蒙在鼓里 他从来就没有和我们一条心 运飞有点累 他妈经常这样 看来他们还是搬出去吧 等以后爸妈老了 需要他养老再回来 宝宝看妈妈心情不好 使劲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黑黑地笑 他知道其实孩子特别敏感 别看小 可是大人的情绪感知得特别快 飞飞飞抱着孩子说 妈 阿诚是我老公 是宝宝爸爸 你要一直是这个态度 那我们就搬出去住了 妈妈 飞飞呀 我是你亲妈 我还能害你吗 你知道我今天知道什么了吗 李承他背着你每月给他妈寄三千 你说说他是不是用我们家的钱 补贴他家 飞飞 妈 为了那三千块钱 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是他自己兼职赚的 你就别管了 妈妈 凭什么不管 就算是兼职收入 那也是共同收入 属于家里的 飞飞 妈 李承他也是有爸妈的 他也是父母养大的 不是石头凤里蹦大的 孝顺父母不是应该吗 妈妈 不行 他当时入赘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了 他要和自己那个穷家断得一干二净 飞飞 妈 我们这个周末就搬出去 家里有保姆 你也不会受累 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 妈妈 飞飞 我是你妈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这样 飞飞 妈 她是我老公 是我儿子的爸爸 你对她没有一点尊重 再这样下去 我就只能离婚了 说完她有点难过 妈 我怀二宝了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出生 就没有爸爸 她笑着对李承说 老公 明天下午我去找个保洁 彻底打扫一下卫生 这个周末我们搬家 妈妈 飞飞 为了一个男人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和你爸爸为了你 付出了这么多 你真的要这么对我们 飞飞看着妈妈说 妈 其实你一直在备孕 准备再生一个是吧 其实我一直知道的 妈 你没必要瞒着我 如今医术发达 你想和我爸再生个孩子 也可以理解的 她妈妈有点尴尬地说 飞飞 我们就是想给你留个伴 不然你以后一个人太孤单了 飞飞笑了笑说 妈 没事 你们喜欢就行 对了 妈 我们带大宝去吃肯德基了 坐在二楼靠窗户的位置 李承带着大宝在手机上点餐 飞飞望着外面 有点出神 等吃的东西来了 大宝用小胖手拿了一根薯条 塞在飞飞嘴里 咯咯笑着 飞飞看着儿子的笑容 心情突然就好了 看着李承说 李承 我们这周搬出去吧 到时候就是要自己辛苦点 没有保姆 李承笑着说 没事 飞飞 你放心 都有我呢 飞飞对大宝说 大宝 你要有弟弟或者妹妹了 高不高兴 大宝脸上抹着番茄酱 笑着点头 含糊地说 弟弟 妹妹 大宝喜欢 他转头到处去找 飞飞给他擦干净小脸和小手 拉过来摸着自己的肚子说 还在这里 李承看着母子俩说 飞飞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怎么没告诉我 飞飞 我也是刚知道 这不就和你还有大宝庆祝了吗 飞飞一家三口搬出去了 虽然没有大别墅 也没有保姆 可是一家人感情更好了 这套房子是飞飞自己的 她还有一套房子租出去了 她毕业后自己开了工作室 如今已经发展得很好 而李承大学毕业 工作两年后 考的公务员 他们结婚的时候 她爸妈死活不同意 因为李承老家在农村 她是家里的老大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在她爸妈看来 她们门不当户不对 飞飞是家里的独生女 她爸有自己的公司 家里有别墅 还有好几套房子和门面房 她们结婚 飞飞就是精准扶贫 飞飞毕业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她看来 就算李承把工资给家里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要她的弟弟妹妹长大了 她也就轻松了 有事的时候 还有弟妹帮忙 可是不管她怎么说 爸妈都不同意 最后妈妈让李承入赘 以后不容许她和家里联系 李承不同意 她决定和飞飞分手 可是她们已经谈了好几年 感情真的很好 分手后 三个月后 最后还是她同意入赘了 婚后 她的工资卡 直接交给了飞飞 每月飞飞给她两千的零花钱 就这样她妈妈还是不愿意 觉得李承占自家的便宜 对她呼来喝去的 没有一点尊重 飞飞经常劝妈妈 可是不管她怎么说 妈妈就是听不进去 在她看来 自家这么有钱 李承就是高攀的 为了给家里寄钱 李承不抽烟不喝酒 开始做兼职 她是公务员 写各种公文是好手 就在网上接单 李承刚开始 每月给家里两千 后来是三千 如今兼职赚得多时 她还会多赚点 可是她从来不知道 原来飞飞一直都知道 只不过没有问过她 晚上她做了老鸭汤火锅 吃饭的时候 李承给她盛了一碗汤说 飞飞 对不起啊 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给家里寄钱的事 飞飞喝着汤 感觉汤很是鲜美 想着没看出来 李承有着多么好的手艺 自己都没有吃到 真是太亏了 看她不说话 李承有点着急地说 飞飞 我不是诚心骗你的 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可是我又不能让你和我一起 负担我家里 那样对你不公平 我就想着 反正我寄的也是我的零花钱 还有兼职收入 就没想那么多 飞飞 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都听你的 飞飞抬头看着她说 阿诚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还是妈打电话给我说的 看李承不明白的样子 飞飞有点难过地说 阿诚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亲口告诉我 可是你一直什么都没说 而是自己辛苦地兼职 你第一次打钱后 妈就给我打电话了 她怕因为这个 我们夫妻吵架 你看 其实妈虽然是个农村妇女 可是比你通透 李承有点不好意思了 说道 飞飞对不起 我害怕万一你也不同意 我们为这个事影响感情 飞飞 嗯 我明白的 主要是我妈的态度 肯定也影响你了 我妈就是那种人 你也介意 李承摇了摇头说 妈那么想也没错 毕竟我们两家差距太大了 不过我真的没用过家里的钱 我现在给的都是兼职的 飞飞 先不说这事了 过几天妈让我们回去一趟 李承 啊 妈怎么也没和我说 她对你比对我好 飞飞 是家里有什么事吗 她笑着说 去了你就知道了 先吃东西吧 过了几天 李承开车带着儿子和飞飞回老家 后备箱里拿了很好好吃的 还有营养品 后车坐上 还有飞飞给婆婆买的化妆品等礼物 飞飞怀孕已经四个月了 大宝坐在后面的儿童椅上 看着外面的风景 高兴地转过来转过去 还不时地尖叫一声 飞飞 阿诚 以后我们经常带宝宝出来玩 你看她多兴奋 李承笑着说 好啊 不过这两年可能有点困难吧 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出去不方便 等回到家的时候 李承震惊了 看着飞飞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你早就知道了 飞飞牵着儿子说 漂亮吧 以后我们到这儿来养老 让大宝挣钱养我们 好不好 大宝 大宝听不懂妈妈的话 不过她点着头说 哈哈 好 大宝挣钱 飞飞看着呆了的李承说 快去把鞭炮那些拿出来呀 待着干什么 李承机械地去后备箱找东西 婆婆和她大弟 二弟 妹妹都出来了 婆婆过来抱住大宝说 大宝 我是奶奶 快叫奶奶 大宝一点都不认声 奶生奶气地喊 奶奶 奶奶 呵呵 飞飞也搞不懂 大宝 怎么那么爱笑 经常一个人咯咯咯地笑 不过她觉得挺好的 她喜欢自己的孩子开开心心的 可能所有的父母 都是这样的吧 在门口放了鞭炮 一家人进门了 这是一个四层的小楼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院子里种了很多花树 在一个朝阳的角落 还有一个很大的葡萄藤 下面不远处有鞦韆 还有几个摇椅 一张木制的茶几 大宝扭着从奶奶怀里下来 跑去荡鞦韆 飞飞赶紧跟过去 这时候 李承皱着眉说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房子都盖好了 我还不知道 她妈带着几兄弟回屋 坐下后说 结婚前 你的工资都给家里寄来 后来婚后 你赚了两千的时候 我就想到 你肯定没给飞飞说 妈妈看了她一眼说 阿诚 我知道 因为家里的条件 你婚后 肯定过得不容易 可是飞飞是个好孩子 我不想因为我们家 耽误了你的家庭 我就给飞飞打了电话 告诉她 你给家里寄钱了 当时 你大帝正要上大学 你二帝高二 妹妹出三了 家里确实很困难 靠我一个人 真的支撑不了 我也把这些实际情况 告诉了飞飞 阿诚 我真的没想到 飞飞听了后 竟然决定 每月给我一万 李诚从来没想到 会是这样 她是公务员 现在拿到手 每月的工资 不到八千 飞飞一直说 家用都是用的 她的的钱 可是她从来不知道 原来飞飞每月 给妈妈一万 妈妈看她的样子 笑着说 飞飞说了 现在弟弟妹妹 确实需要帮助 作为家里的长兄长嫂 肯定不能袖手旁观 不过等到他们毕业了 就需要他们自己努力了 阿诚啊 你大帝上了大学后 只有第一次学费 是我给的钱 后来就是她自己挣的 毕业后 又上研究生 也没用家里的钱 用她的话说 她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让嫂子养着 后面你二弟 小妹上大学 都和她一样 基本都没用家里的钱 反而每个人挣钱后 都给我转钱 让我还给飞飞 我刚开始就给飞飞说了 飞飞听了后 让我攒钱盖个院子 以后不管你们几个怎么样 每年聚会几次 也挺好的 后来你大帝他们挣钱后 也每月转钱过来 就这样 今年你二弟正好有时间 飞飞出的图纸 你二弟找人干活 把房子盖起来了 说完后 妈妈看着几个孩子说 这个房子就是你们的根 你们四个一人一层 李成很震动 他一直以为 飞飞和他家人一样 其实也看不起他家 毕竟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说 他家真的差很多 这时候 大宝摇晃着进来 后面跟着飞飞 大家赶紧站起来 让他坐下 李成抱起大宝 给他喂水 他玩得满身的汗 像个小哈巴狗一样 就差土舌头了 大宝喝了水 还没和叔叔 姑姑打招呼 已经瞌睡得不停点头 要睡觉了 小孩子真是说睡就睡啊 飞飞陪大宝睡觉 其他人赶紧一起准备晚饭 李成和大帝去水库捞鱼 老三杀鸡 他妈妈和小妹掌勺 等飞飞抱着大宝下来的时候 饭菜已经上桌了 小宝扭着身子 高兴地说 妈妈 妈妈 肉肉 大宝要吃肉肉 李成赶紧跑过来 结果大宝说 大宝 妈妈肚子里有弟弟妹妹 你不能跳 不然妈妈抱不住你 要摔疼屁屁的 大宝用手摸着自己的屁股 严肃地点了点头 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吃饭的时候 婆婆端着一杯酒 对飞飞说 飞飞 谢谢你 我们家几个孩子能这么努力 都是你的功劳 飞飞端着果汁说 妈 这是我该做的 你不要这么说 兄弟姐妹齐心协力 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热热闹闹吃过饭 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的时候 大帝说 大嫂 当年妈给我们说 你每月给家里一万 要供我们几个读书的时候 我真的很震惊 因为很多人成家后 没有一个媳妇 愿意老公给婆家钱的 更别说是媳妇主动给的 飞飞看大家看着她 说道 只能说我家本身条件比较好吧 至少有能力给这个钱 不然我可能也做不到吧 停了一下 她又说道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自己 你们想想 供你们读书 就像现在 你们几个都有不错的工作 以后也有很好的家庭 这样 不管谁出事 都能互相帮一把 不然你们自己 都养不活自己 有事就只能自己艰难扛着了 小妹也已经毕业了 她考的市里的老师 教的初中 她说 嫂子 你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我大哥能娶到你 就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 二哥打工上学后 给我和三哥做了好榜样 更让我们明白 只要自己努力 没什么过不去的 而且妈说了 真的过不下去的时候 家里有钱 不用担心上不了学 反正我只要努力去做就行 而更重要的是 你的大度 让我们几个真心佩服 彼此之间 不会斤斤计较 飞飞有点不好意思 说道 我是觉得 我家就我一个人 万一家里有事 都找不到个能帮忙的人 而结婚后 有弟弟 妹妹 对我来说 是很珍惜的 婆婆开口了 飞飞啊 谢谢你 如果李承娶的不是你 她给家里偷偷给钱 肯定早就离婚了 对了 以后啊 你们都不用给家里钱了 现在房子盖起来了 我在家不用那么多钱 自己卖菜卖鸡的钱 够自己生活了 大地看了看大家说 嫂子 我觉得妈说得对 不过我还是建议我们几个 每人每月给妈五百吧 这样妈每月有两千 生活费够了 也别去卖菜 鸡留着我们自己吃 飞飞 行 就这么办 我这绝对没问题 婆婆 不用 我现在还不到六十 养活自己没问题 等我没能力挣钱了 你们再给我养老 飞飞 妈 你就听我们的 用不上就攒着 当你的私房钱 以后看哪个孩子孝顺 就给哪个孩子 说得一大家人都笑了 婆婆 飞飞呀 你生孩子 我去照顾你吧 还是你打算怎么坐月子 三弟 现在很多人家都选择去月子中心 可以避免婆媳矛盾 产妇和孩子也能照顾得很好 飞飞还没说话 就看见婆婆打了一下三弟说 我和你嫂子什么时候有婆媳矛盾了 你小子给我说说 大宝看见三叔被打了 笑话他 不停地羞羞 被他三叔抱着去看小鸡了 飞飞 妈 那你走了 家里行不行 婆婆 没事 我托人看着就行了 要不我把养的鸡都带上 其他的都不养了 到时候锁了门 老四周末来住两天就行 飞飞 妈 要不到时候 我回家来坐月子吧 到时候 把工作室安排好 有什么事打视频 或者让他们来家里 李承忧愿地看着他说 飞飞 你回家坐月子 那我怎么办 我请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假 飞飞 你上你的班 周末回来就行了 而且我工作室有事 你还能帮我看着 李承 可是 我想晚上帮你带宝宝啊 再说了 那大宝呢 飞飞 大宝我肯定带回来啊 放心吧 周末晚上 宝宝给你带 做饭也由你来 呵呵 几个人听着都笑了 这样的气氛 让大家觉得 这才是一家人 回到家后 飞飞有点累 想躺一会儿 不过还是给妈妈 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她 晚上回去吃饭 她知道 妈妈肯定想大宝了 他们带上在家拿的鸡 鸡蛋 还有从家里拿的菜 到了后 大宝挥着小手 撇着小腿朝妈妈跑去 嘴里喊着 奶奶 奶奶 鸡 好吃 妈妈高兴地说 嗯 还是我家大宝最孝顺 不像你妈那个没良心的 奶奶呀 最喜欢我家大宝 飞飞 妈 你可别教坏大宝啊 我怎么不孝顺了 我不是经常回家看你们吗 桌子上饭菜已经上桌了 妈妈难得地说 阿诚 做了你最爱吃的麻辣鱼 赶紧来吃吧 李诚受宠若惊 激动地说 好 谢谢妈 妈妈看着她说 阿诚 你爸已经责怪我了 说我就是头发长剑是短 谁家也不是刚开始就有钱的 只要你弟弟妹妹有出息 以后也能互帮互助 有事的时候 也能给你和飞飞搭把手 阿诚啊 我也想通了 其实是我自己钻牛角尖了 他爸说我就是闲的 一天东家长西家短的 听得多了 就先入为主了 李诚赶紧说 妈 没事 你这么想也是对的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 现在我两个弟弟和妹妹工作都不错 也要感谢这么多年家里的帮助呢 飞飞赶紧打断了李诚的话 说道 妈 我坐月子要回他老家去 反正你在家也没事干 跟我一起去吧 我们把大宝也带上 大宝听到妈妈叫他的名字 看着他咧嘴笑 妈妈有点心动 他去医院详细检查过了 再说飞飞爸爸也不愿意 他也就放弃再生二胎的事情了 他说 飞飞 我去有地方住吗 会不会不方便 我们要带着阿姨一起去吗 飞飞 不用 家里很大 而且有自己养的鸡 院子里有水果 蔬菜 不远处的水库 还有鱼 妈 去了你就喜欢了 爸爸来了 听见后高兴地说 阿诚 飞飞 我到时候也陪你们一起去 正好陪着你们 好好休息休息 阿诚 爸 那太好了 我提前去给你们收拾房间 我也请陪产假 到时候我们一起在家里好好待几天 飞飞上班后 开始准备休产假的事 很多工作都做了安排和交代 那些必须通过自己的事 更是重点做了安排 转眼飞飞 已经怀孕九个月了 妈妈随时盯着她 大宝经常摸着她肚子说话 她在医院给大宝生了一个弟弟 她当时有点小失望 不过看着她小小的 软软的小手 还有小床边趴着的大宝 她的心里温暖而幸福 出院后 爸爸妈妈还有李承和大宝 一大家人开车回老家 婆婆已经准备好了房间 到周末的时候 大弟带着女朋友 二弟还有小妹都回家了 带着给她和小宝贝的礼物 婆婆高兴地带着李承去做饭 几乎每个人爱吃的都做了 看着在这越来越开心的爸爸和妈妈 菲菲觉得自己这个决定是对的 爸爸走到她身边说 菲菲 你别站在窗户边累着了 对了 菲菲 爸爸决定了 在这房子旁边也盖一栋房子 到时候我和你妈来养老 我们都很喜欢这里 菲菲 爸 那快递是谁的 会不会有问题 爸爸笑着说 问清楚了 是李承家的 已经和李承说过了 一大家人吃饭的时候 菲菲专门有自己的饭菜 李承陪她一起吃 听着传来的热热闹闹的声音 菲菲说 阿承 人心都是肉掌的 有这么多亲人 真的很好 李承笑着说 谢谢你 菲菲 因为你 我们家才能这么和睦而幸福 两个人相视而笑 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 时间就像个筛子 不停地过滤着身边的人 无论亲情 友情 可是最先要记住的 是自己要真诚和善良 才能让彼此尊重和付出 都说心境简单了 就有心思经营生活 生活简单了 就有时间享受人生 而世上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时间 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 该怎么走 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凭自己的选择和努力 什么时候 都要保持初心 一家人齐心协力 尽往一处时 才能让生活更加幸福 在努力的路上 相遇更好的自己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这样 高燕59岁 老伴李军63岁 两个人退休工资 一万一千 可是两人的生活并不宽裕 这天高燕又陪老伴去医院 最近几天 老伴晚上经常感觉喘不上气来 整晚睡不着觉 他们打算检查一下 住几天院 好好看看 医生检查后 说他前几年得过脑梗 如今又心律不齐等等 医生说了半天 他们俩也没怎么听得懂 最后办了住院手续 高燕欣慰的是 他和老伴原来都是公职人员 如今退休后 医保这些还是比较好 不用太担心 李军挂上了药 他回家收拾一些东西 毕竟晚上还要陪床 等他带了吃的和必需品到病房的时候 药已经挂完了 李军睡着了 他静静地陪在身边 看着老伴黑子的眼圈 高燕也很心疼 一个人整晚睡不着觉 真的很折磨人 他也觉得有点累 怕在床边也睡着了 等他醒来 李军已经醒了 高燕笑着问 老李啊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李军笑了笑说 睡了一觉 感觉脑子里都清楚了 他拿过保温饭盒 里面是清淡的蔬菜粥 还买了一点饼子 两个人吃了饭 这时候 他才拿过手机 一看好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儿子打来的 还想着 是不是儿子担心他们呢 他赶紧给儿子回了过去 一接通儿子就说 妈 你干什么呢 电话不接 那还一天拿个手机干嘛 他刚要说李军住院了 他想着病房还有别人 手机静音了 怕打扰别人 让人家不舒服 可是还没等他说话 儿子已经说 妈 你看看都几号了 原来你不是每次 给那娜转钱后 就施恩般地打电话吗 这次怎么回事 高燕正住了 电话里的声音很大 李军也听见了 两个人互望了一眼 眼里都是难过 他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不过还是说 我这几天忙 把这事给忘了 你爸 儿子已经急急地说 妈 你说得可真轻松 你忘了 那你觉得银行能忘了吗 我能给银行说 我妈忘了转钱了 我就可以不还房贷了吗 妈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我也很累的 那么周末要陪他妈去泡温泉 他妈妈天天照顾孩子 累得腰酸背痛 肯定要好好去休养一下 我上一周的班 周末还要带孩子 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吗 高燕眼泪已经流下来了 亚生说 嗯 那你就当没我这个妈吧 说完他直接拉黑了儿子 趴在了床上 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哭 这么大岁数了 再哭得跟个孩子一样 真是太丢人了 过了好一会儿 李军说 老高啊 李雨洋你就别管了 我们已经养大了他 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我现在这身体 说不定哪天说没就没了 你也要替自己多考虑考虑 高燕点了点头说 老李呀 你也别多想 你这都是小毛病 好好吃药就会好的 李军 嗯 我会的 我也不放心 你一个人 不过 从现在起 每个月给李雨洋的八千别给了 我们留着自己存点钱吧 高燕 嗯 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这个儿子是指望不上了 这时候李军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 是儿子 他看了一眼高燕 接通了电话 儿子应该再哄孙子 他也没有说话 直到听到儿子说 爸 能不能听到 李军 嗯 能听到 你说 儿子 爸 妈 妈怎么回事啊 打电话打不通 微信 也把我拉黑了 他在你身边吗 让妈赶紧把钱转过来 娜娜刚才发消息说 要给他妈明天买个按摩椅 当生日礼物呢 李军冷冷地说 娜娜要给他妈妈买按摩椅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不用告诉我们 儿子 爸 娜娜妈妈一直帮我们照顾孩子呢 怎么就和你们没关系了 李军 敏言不是去年就送早教班了吗 那时候也才两岁吧 你们两个人接送不就行了 儿子 哎呀爸 娜娜妈一个人养大了那呢 她自己又没养老金 不住我这住哪 再说了 孩子我们早上送过去 晚上还是她去接的 李军气得自己感觉血压都高了 说道 李与杨 我们是你爸妈 已经养大了你 我们也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了 其他的 你自己去看着办吧 以后别再找我们了 他本来还想和儿子好好说说 毕竟他怕他走了 老高一个人 就算不照顾 去住养老院 也得有个人经常去看看吧 不然被人欺负了 都没有办法 可是 真是越听越气呀 怎么就养出这么个儿子了呢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他也忍不住流下泪了 人老了 本来想着孩子能成为依靠 可是 也许是 他们俩的教育太失败了 这样的儿子 还怎么去指望呢 他也毫不犹豫地拉黑了儿子 说道 老高啊 我以后都听你的 每天跟着你去打太极 争取多陪你几年吧 高艳听后 忍不住又哭了 原来人上岁数了 生活才更难了 年轻的时候 觉得没什么过不去 可是老了 也许请个保姆 都能欺负你 养儿防老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算了吧 过一天算一天吧 至少现在还能动 那就好好活 以后的日子怎么样 谁又能知道呢 晚上 护士又让李军吃了药 两个人挤着睡下了 高艳想着儿子 真是心寒了 心冷了 也许儿子也有他的苦衷 可是他也是33岁的人了 自己有了孩子 这么对父母 难道真的不觉得过分吗 高艳和李军都是公职人员 只有李宇阳一个孩子 从小孩子很聪明 他一直觉得很骄傲 儿子考上了985学校 毕业后 又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同事们见他就说 高艳啊 你可真有福气 你家儿子 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你呀 以后就可以去北京享福了 他也很高兴 孩子有出息 就是每个父母最满足的事情 儿子毕业后 留在了北京工作 在一家研究所搞科研 一个月工资三万五千 后来儿子找了对象 两人领证后 要在北京买房 他和李军也很高兴 可是他们也没多少钱 北京一个首富动不动 要几百万 他们也没办法呀 当时儿媳奈娜说 爸妈 你们也要退休了 就把房子卖了过来吧 那个小城市 你们也生活了一辈子 退休了就来北京 和我们一起住 高艳和李军犹豫了 虽然他们也很想去北京 和儿子一起住 可是卖掉房子 两人就没有退路了 万一和儿媳住不到一起 他们那时候该怎么办 娜娜又说 爸妈 你们放心 我们选个三室的 可是稍微偏一点 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房间的 到时候有了孩子 还要辛苦你们呢 高艳他们俩商量了半天 最后卖掉了一套房子 在东拼西凑 总共凑了二百万 给了儿子首富买房 儿子当时也工作了几年 加上公积金等 最后首付三百五十万 买了一套三居室 没过多久 儿媳怀孕了 这时候高艳已经退休了 就和李军商量 想着他先去照顾儿媳 等李军过几个月 办了退休手续就过来 结果还没等他收拾好 儿子说不用来了 娜娜妈一个人在家 也没什么事干 已经来家里照顾娜娜了 高艳想着确实有亲妈照顾 肯定比他这个婆婆好 也没说什么 可是当时儿子又说 妈 本来你和爸已经每月帮我五千了 我不该再开口 可是娜娜怀孕 岳母来后 家里有点紧张 再说孩子出生后 需要钱的地方更多了 爸妈 你们能不能再帮点 反正家里就你们俩 也花不了多少钱 说实话 当时威乐子买房 他们手里就是两人工资了 他退休后能拿到五千多 而李军上班也只有六千多 两个人加起来 没有有一万一千多 买了房子后 已经每月给儿子五千了 再给他觉得两人有点紧张 手里没一点存款 心里就慌得很 可是儿子这么说了 他又觉得不帮一把 孩子也难 两人计算了半天 又答应每月再给三千 这样一来 他们每月就给儿子八千了 李军快退休了 一个晚上起床急了点 竟然脑梗了 吓得高燕赶紧送去了医院 还好有医保 不然都要没钱抢救了 他当时特别害怕 就怕老头子有个万一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给儿子打电话 想让他回来看看 可是 儿子说他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项目 请不了假 不然要影响年底的考评 让他先守着 等手术后 如果真的严重 他再回来 好的是老头子抢救后 没什么大问题 医生说住一周就能出院 他心里也安稳了 李军醒后 高燕告诉了他儿子的事情 他说 老李啊 那我给儿子打个电话 就别让他回来了 孩子请假也不容易 娜娜又快生了 李军点了点头说 嗯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吧 我已经没事了 别让孩子担心 高燕想到这些 不仅冷笑了几下 每个当父母的 时刻都在为孩子着想 可是又有哪个孩子 真的在担心父母呢 也许当时的李雨阳并没有 他们想得那么担心 他的爸爸吧 高燕睡不着 皱着眉 想不通 怎么儿子变成了这样呢 这还是那个他感冒了 会照顾他一夜的儿子吗 那时候他几岁来着 应该是十四岁 还在上初中 那时候的儿子多孝顺啊 李军出院后 就办理了退休 几个月后 孙子出生了 他们也很高兴 孙子快满月了 高燕和李军去北京看他们 他们给孙子买了一对小金镯 一个小金锁 都特别精致 还给包了一个一万的红包 他们是搭外甥女的顺便车去的 外甥女要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 想着开车方便一点 也可以去北京附近玩玩 他们知道后 想着有车过去 可以给孩子多准备一些东西 外甥女也不着急 几个人可以慢慢过去 跟着导航 到了儿子家 高燕打电话 让儿子来拿东西 外甥女也帮着拿了 一起去了儿子家 可是进门后 儿子放下手里的包 儿媳和他妈妈出来了 看见后说 妈 北京什么没有啊 再说 东西也比小城市的好 你还这么远的带来 高燕有点尴尬 可是这是他们给孙子的一点心意 被这么说 还是让他有些难过 外甥女乐乐说 嫂子 这是我陪舅妈买的 我就是做母婴的 你可以放心 李雨阳 乐乐 你怎么到北京来了 生意都做这边了 乐乐 还没呢 这次有个母婴产品的研讨会 我过来学习一下 顺便在北京周边玩玩 李雨阳 哦 那你去玩的时候 把我爸妈带上 我没时间 乐乐 行吧 到时候 我给舅妈打电话 说完 乐乐就要离开 高燕说 雨阳 乐乐第一次来家里 不留她吃个饭吗 娜娜 妈 家里没准备 你们来之前 也不提前说 高燕 怎么没说 昨晚不是还说 今天到吗 还要怎么说 她有点生气了 乐乐一路照顾他们 到家了 竟然都不给人家 吃一顿饭 这还是亲戚吗 他们做长辈的 都没脸了 乐乐 舅妈 没事 都是一家人 不用客气的 你和舅舅刚来 先好好休息一下 等我忙完了 我带你们去玩 看儿子不说话 高燕和李军 随着乐乐出门 说 我们也饿了 乐乐 我们在门口吃个饭 他们出了门 儿子才跟着出来 在门口一家 还不错的私房菜馆 四个人吃了一顿饭 乐乐走前 还递给儿子一个红包 是他们家庆祝孩子满月的 高燕突然觉得 虽然儿子很优秀 如今也算有份不错的工作 可是她好像和自己的亲人都疏远了 也没有人情味了 回到家 娜娜和她妈妈一脸的不高兴 吃着儿子打包回来的饭菜 嫌弃不好吃 而娜娜更是骂儿子故意的 她还不能吃这么重油重盐的 高燕很不高兴 不过她什么也没说 要休息的时候 娜娜说 爸妈 客房我妈在住 她要帮我们照顾孩子 这几年要一直住在这儿 你和爸就在书房凑合几天吧 高燕来之前 其实已经想好了 老伴刚出院不久 既然孩子有人看 他们住几天也就回去了 可是听到娜娜这么说 她还是有些不高兴 说道 娜娜 买房子的时候 不是说有我们的房间吗 怎么现在又是这样 娜娜一听 说道 妈 你什么意思 是怪我让你住书房了 那你怪你儿子去呀 谁让他没用 买不了更大的房子 说完 娜娜还哭了 喊着 李雨洋 你爸妈你自己安排 我不管了 儿子出来说 妈 娜娜才刚满月 你惹她干什么 再说了 你和爸又不照顾孩子 怎么非要住那间房 高燕 不是你说的了 你岳母要照顾吗 再说了 买个三室 有一个我们的房间 这不是买房钱 你们说的 儿子 妈 此一时比一时 娜娜想让她妈妈照顾 我有什么办法 她妈没有工作 一直开个小店养活她 如今那个小店 人家不租了 她还能怎么办 正好来给我们看孩子了呗 妈 你和爸都退休了 辛苦一辈子 不用带孩子多好 好好休息休息吧 高燕 李雨阳 人活着 就要说话算话 而不是说了后又反悔 吃相太难看 儿子脸都红了 说道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是一家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 高燕不想再和她说了 洗了个澡 进去看孩子 在孩子的怀里放了红包 和买的礼物 娜娜还在那哭 她也没说什么 她觉得该哭的是她不是吗 在儿子家住了一周 她和老伴多半时间抱抱孩子 乐乐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和乐乐一起去周边玩了几天 然后和乐乐一起回了家 高燕觉得儿子还不如乐乐 这一趟乐乐照顾他们 照顾得特别好 乐乐要离开的时候 高燕给她转了五千 让她一定要收下 不然以后就别来家里了 乐乐才收了钱 如果不是李军退休后 提出来了公鸡金 他们俩手里还真没钱 那次回来之后 高燕心里一直不舒服 他不想再给钱了 可是老头子说 老高啊 算了 北京是大城市 孩子压力大 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高燕 哼 你一辈子都当老好人 现在还这样 李军 呵呵 你看乐乐现在对我们多好 我们那时候资助她也没错吧 就这样 虽然北京一行 她很不高兴 可是给儿子的八千 她还是按时转过去了 按儿子的要求 她直接微信转给奶奶 她接受后 从来没有回复 为了安全 她都会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后来 乐乐的母婴店要扩大 她已经准备好直播卖货 乐乐找到他们 想让他们投资 高燕想着手里 就是那点公积金 放着也许那天又给儿子了 还是给乐乐吧 毕竟多份收入还是挺好的 就这样 他们给了乐乐十五万 乐乐每年给他们俩最低一万元 如果店里生意好 再按分成计算 这可比存银行好多了 而且又帮了孩子大忙 高燕想起这些 觉得比起儿子来 乐乐这几年 真的对他们好 每年年底的时候 给两万左右的分成 直接帮他们存了定期 当他们存的养老钱 而他们俩的退休金 给了儿子八千后 两人就剩下三千多 有时候还要给孙子一些钱 再吃个药看个病 刚够生活的 如今不用再给儿子钱了 每个月有一万一千多 那就存起来八千吧 当作是两个人以后的费用 等真的动不了了 他们俩就去住养老院 有钱还能选个 稍微好一点的 想着想着 高燕睡着了 梦里他还在难过 因为这么一个儿子 他实在是寒透了心 早上他早早起来 李军早已经醒了 看着他说 老高啊 看看一点吧 以后我们俩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高燕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 没事 其实三年前 我们就该醒悟了 那时候就该明白这孩子靠不住啊 他们洗漱后 他要出去买早饭 看见乐乐进来了 他惊讶了一下 说道 乐乐 你怎么这么早 是你就给你说的呀 乐乐 舅妈 你也不给我说 是我妈大清早给我打电话的 让我赶紧来看看 李军 早上我醒来后 看见乐乐妈运动打卡 点了个赞 他问我 我就给他说了 高燕 哦 没啥大事 乐乐 你要带孩子 还要直播 赶紧回去吧 正好你带来了 我不用出去买早饭了 乐乐 舅妈 中午和晚上 我妈会送饭过来 你就别出去买饭了 对了 舅妈 今天晚上 我让我老公来守夜 你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高燕 不用 小刘还要上班 不能太累了 我陪着就行了 乐乐 哎呀舅妈 你一个人怎么行 过几天 舅舅还没好 你也累病了 你听我的就行了 乐乐匆匆走后 高燕 老李呀 妹妹一家 真是太好了 乐乐也是个好孩子 以后我们去养老院 我也不怕了 李军住了一周 那种憋气 心率跳动太快的毛病 基本没有了 他们出院了 这几天有妹妹一家 他们俩也轻松很多 高燕和李军打太极回来 儿子在家了 看见他们后 说道 爸妈 你们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很忙吗 故意拉黑我 让我回来 然后呢 高燕打开门说 滚 以后别再回来了 就到我们没你这个儿子 儿子拿起一个杯子 砸到地上 说道 妈 我受够了 你们就不能让我轻松一点吗 我也很累的 高燕觉得自己头很晕 李军扶住他说 李与杨 滚出去 以后别回来了 说完对高燕说 老高啊 你别气 别生气啊 不是早知道了吗 以后别来往就行了 儿子道 爸妈 你们不给钱 娜娜娜要离婚 娜娜要离婚 她妈妈要出去找活干 家里都乱套了 你们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 李军 呵呵 那就离婚的 她妈要出去干活 就让她去呗 跟我们说 这些干什么 儿子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 孩子才三岁 你让我们离婚 李军 是你们要离婚 不要怪到我们头上 李与杨 还想让我们多活两年 现在就滚出去 正在这时候 乐乐来了 看门开着 说道 舅 怎么了 我妈做了素包子 说你爱吃 让我赶紧送来 等她走进来 才看见李与杨 说道 哥 你回来了 你知道舅舅病了 李军 哼 他来是找我们算账的 怪我们没有给他转钱 让他家宅不宁 乐乐皱着眉说 哥 舅舅住院 你不知道 李与杨一听 更不高兴地说 他们把我拉黑了 我到哪儿去知道 乐乐 那舅舅 舅妈 为什么要拉黑你 李与杨 这我怎么知道 我哪有时间去想 他们怎么想的 乐乐 哥 你走吧 舅舅刚出院不久 而舅妈也不能生气 你还是听他们的吧 李与杨 这是我家 我凭什么要走 再说 他们不给我钱 我的日子怎么过 李军进去拿着扫把 向李与杨打过去 说道 滚 我不欠你的 以后不要再回来 李与杨突然被打 也很生气 他都三十三岁了 他爸怎么还这样 而高燕气得心口疼 手一直颤抖着 乐乐看这样下去不行 直接拉着李与杨走了 高燕看儿子走了 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老李呀 我们到底怎么了 怎么会有这种儿子 我们以后到底怎么办 李军给他倒了杯水 说道 老高啊 认命吧 以后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你可要看得开 不然心里憋着气 了很容易生病的 我们这个岁数 真的生不起病了 高燕 嗯 我知道 我就是想不通啊 而李与杨别乐乐 拉出去后 在楼底下他冷冷地说 哥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和舅舅要钱 可是我个人觉得 你自己和嫂子有工资 而你买房子 他们已经给了二百万 他们从来不欠你的 舅舅前不久刚出院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没告诉你 不过你自己应该明白 哥 他们只是你的父母 不是给你挣钱的机器 我走了 你好好想想吧 说完 乐乐直接走了 他们小时候关系还挺好 可是李与杨上大学后 就疏远了 可能他看不起他吧 李与杨一个人 在楼底下坐了很久 然后他回家 可是高艳他俩不给他开门 最后他只能说 爸妈 我还有工作 我先走了 过段时间 我带孩子来看你们 他回到家后 娜娜带他妈妈 还有孩子去泡温泉了 他们一般是周五晚上出去 周日下午回来 办的月卡是一个人一千五百 他突然想到自己爸妈 按时间推算 他打电话要钱的时候 爸爸正好生病住院了 他们肯定对他很失望吧 李与杨想 看来他要好好想想了 不过爸妈不给他钱了 他也想明白了 就像乐乐说的 爸妈为他做得够多了 他们从来不欠他什么 儿子走后 高艳也真的想通了 好好哭了一场后 他和李军开始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了 他们每天早早起来打太极 然后去乐乐店里帮忙 他们帮忙核对直播订单 还可以按订单打包 他们去帮忙后 每天干点活 心情好了很多 周末他们就不去了 而是两个人开车出去郊游 两个人去钓钓鱼 好好放松一下 高艳他们又去乐乐店里工作了 乐乐现在给他们按键发工资 两人还挺开心的 高艳他们俩现在每月都存钱 还经常去旅游 孩子的事情 他们不操心了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了 孩子大了 该放手时就放手吧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都需要对自己负责 这才是真正的成长 父母养孩子长大 孩子陪父母年老 希望又有所养 老有所依 各尽各择 才能幸福美好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接下来 不愿意 咱们